如果一个姑娘在遇到一些特殊的危机时刻的时候 她是应该先去选择奋起反抗明知保身 还是应该去选择委屈求全 先去顺从她以保自己的生命安全 这两个应该怎么样做正确的选择呢 前段时间不是唐山打人事件吗 那个姑娘选择了奋起反抗 然后就遭到了毒打 当时我看到在很多评论区里边 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发出来 说如果这个姑娘当时她没有奋起反抗 去回击那个打人者 有可能她就不会遭到这样的一个毒打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对这种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委屈顺从 然后呢机制逃脱这种危机时刻的姑娘们 真的有这么多的包容性吗 未必的 这是我昨天在一个平台看到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呢 有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 就有语文的 素质很高 在一个咖啡厅里边 就认识了一个销售主管的一个姑娘 他们两个呢一见钟情情投意合 没有过多长时间呢 从相识相知相恋 很快的就组建了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一个婚姻家庭 有一天的这个妻子啊 独自一个人在回家的路上 就遇到了一个想要威胁她的一个强奸犯 因为抵抗不了这个强奸犯对她的这个胁迫呢 就只有是委屈顺从了 当时的时候她一机制啊 就想到了 怕有什么不安全的 就想到了自己身上又带了一个安全套 就提示这个强奸犯 要不要用这个安全套 这个事后呢 然后呢 她也报警了啊 警察也把这个强奸犯给慎制依法了 但是这个整个经历呢 她的丈夫都知道啊 她的丈夫就对她这个妻子 在被强奸过程当中给这个强奸犯 第一个安全套这个事情啊 她就非常的介意啊 耿耿于怀 一直把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在先生生活当中去接受啊 往日夫妻美好的这种感情呢 就因为这个事件呢 就完全的荡然无存了 这个妻子呢 多次跟这个丈夫提出离婚 但是丈夫呢 因为迫于外界的一个压力呢 就没有同意跟她离婚 然后呢 就有一天啊 这个妻子实在是 接受不了丈夫的冷落了 曾经在家里呢 隔半自杀过 被家里人发现以后呢 促到医院里边就抢救过来了 没有过多长时间呢 这个丈夫呀 在一个媒体上发现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事件 就是有一个从事 小姐工作的一个 然后遭到了一个强奸犯 半路这个打劫 强奸 然后呢 他分歧反抗 到最后呢 受伤 你发了很大的一个讨论吧 这个丈夫呢 就回去啊 自己心里肯定是有这个情节啊 然后就回去把这个事情呢 就很刻意的跟他自己的这个妻子讲了 他妻子听完以后呢 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一个侮辱和损伤啊 那你看在他丈夫的一个眼里啊 他自己就不如一个啊 我台的一个小姐 所以呢 就接受不了他丈夫对他一个态度啊 到最后还是从路上挑拢自杀了 这是一个主持人 他在讲这个案件的时候 他说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案件啊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但是在于我看来呢 这个丈夫接受不了自己妻子在遇到特殊危机时刻的这种行为呢 是属于他的这个价值观问题 而作为一个成年人啊 我曾经在救育孩子的时候呢 曾经多次提到啊 在遇到一些特殊的危机时刻的时候 永远记住啊 生命安全大于一切啊 只要是你能够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其他的一切啊 都不是最主要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欢迎大家呢 在评论区说说你的观点